前前傳出曾在馬政府擔任發言人的范江泰基 將要出任中油投資的純品公司董作 不過范江泰基他稍早表示 他已經挽掘了這項職務 同時他也宣布將會投入 向來是綠營票倉的桃園第二選區的立委選舉 卸任之後范江泰基他最近動作頻頻 桃園台北兩邊跑要深耕基層 他說自己的確有意要為地方服務 那現在的目標是要參加初選 投入桃園第二選區的立委選舉 要挑戰的是現任立委廖正錦 而廖正錦則表示他並不知道范江泰基有意參選 但歡迎范江泰基來挑戰